亦都不排除放射確保銷售罰法 違反銷售條例是刑事罪行 不過新成立的監管局 無權審批留書 直至發現有違規 亦都不能夠叫停留盤 我們要轉界去到律政司那邊 然後要經過法庭的程序 最終是由法庭去判決 一個買方是不是真的有違規 我們都要對買方空虧 如果我們某某電話叫停了 就是買方銷售的行動活動 而將來發言認為它是無辜的 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來講 我們不是這樣運作 新法例多項條文都針對售樓書 防止失實陳述 不過最近奮領一個新樓盤 旁邊很大可能會淋入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警官可能受阻 但是規劃大江徒仍然顯示 那裡是陸化地帶 售樓書裡面有一個叫做有關資料 有關資料的等性是比較闊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那個資料 只要是賣方自己知道 但是賣方應該不知道 因為不是一些公開的資料 但問題就是說如果是公開資料 那其實我們鼓勵那個買家 他要實地去到那個地盤那裡 去看看周圍的環境 如果是一些公開的資料 那其實我們第一 我們鼓勵那個買家 他要實地去到那個地盤那裡 去看看周圍的環境 馮建業說 法律已經盡量要求發展商披露資料 武士尼斯記者在影片中毒 整理報告 規評警方的酒精呼吸測試效率低 警局署長曾慧言說 計劃在每間警署 安裝舉證測試儀器簡化程序 警方隨機抽查司機 分別在路邊和指定警署 做酒精呼吸測試 時間相隔太久 令部分懷疑走後駕駛人士 有機會脫罪 在立法會政府帳戶委員會 公開零訊上面 有議員質疑會影響執法成效 下網的情況 有多大有多疏 會不會下網之後 有流亡之餘的問題 究竟我們做了那麼久 為什麼仍然都有 這麼相對嚴重的 這麼相對嚴重的 一些狀態 警方表示會積極跟進審計報告建議 計劃每間警署都安裝 新型舉證測試儀器簡化程序 但是要訪後外國自立 流動舉證檢測站 仍然需要一段時間 希望能夠在盡快 在資源外國自立 在每個警署都設置 這些證據測試的一些器材 變成就近任何間警署都可以做到這個測試 第二 警方也都會試驗 在流動的證據測試器材的使用情況 我們還有法庭是否接納 這個第二階段 另外審計報告發現 政府2010年打擊獨後駕駛的宣傳短片 播放兩個月 就因為版權問題停播 另外一段到安全短片 片中的單車不符合安全規定 播放了半年才接回 一共涉及超過85萬元公帑 東北表社會檢討 包括檢視製作服務供應商提供的創意 和派員參與法事等 老師電子記者在我們題目 香港紅十字會回報四川雅屋地震的震災工作 表示已經籌集超過1200萬 他們會根管每個震災的款項 最近中國紅十字會面臨信任危機 建議200萬元港幣的捐款 又五年前民村地震的十三億幾少 這個我不可以去做一個評論 因為我沒有做一個很科學化的統計 這次我們沒有很積極地出一個 叫市民捐款的呼籲 因為我們都評估了災情的原動力度 和當地的自己能力的自救能力 和十字會強調會監督每一筆捐款 那我們的錢 例如說我們會撥下去一個專門的帳戶 再用一個專門的帳戶去撥下去比斯坑隊 但是當時經過這個帳戶的時候 我們每一筆數都是很清晰的 最難免就是委託一個審計公司幫我們審計 就是如果那個錢的走向和我們最初 我們制定的那個項目的方向和預算 和整個操作過程是否有規範的呢 紅十字會又說下一步會投放資源 集中民生和衛生設施的重建 香港紅十字會的員工說 今次去到災區 見到有人捐豉油和龜陵糕等的物資 但是這些未必是災民急需的 建議市民如果是有心出一分力的話 最好都是捐錢去一些大型機構那裏 再由他們去統籌物資 他就一定不可二人要挺身舉報 香港山多魚多 每年平均收到300宗山泥傾射報告 而經常發生事故的地方 包括有馬路、行人路和寮屋區 當中涉及的死亡事故 有少過九成是在山泥傾射警報生效期間發生的 那我們一定要視乎警告 遠離斜坡 立以山泥傾射警報 喂 九一角啊 這裡有任何座下位置是 裴俊三說 會聯合在野黨派驅動修憲 被認為是要為建立國防軍破路 日本首相安泥傾射在訪問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奇間說 會聯合日本回申會和大眾黨等在野黨派 推動修改日本憲法 修改憲法第九十六條 安泥傾射說 自民黨和致恨相同的在野黨合作 目的是形成多數派 以保證各項法案順利通過 對於執政聯盟裏面的公民黨反對修憲 安泥傾射還尊重 會認真和公民黨解釋和討論 安泥傾射領導的執政自民黨 雖然在日本眾議院擁有過半數議席 但是參議院的議席並不過半 現行的日本憲法第九十六條定位 修憲必須獲得國會參眾兩院 超過三分二的議員贊成 外界相信安泥曾求修憲 放寬道指是需要過半數議員贊成 是會將來進一步修改憲法第九條 解禁集體自衛權建立國防軍鋪路 日本有民意調查 訪問了2,300個年輕企業家 近六成人認為 憲法第九十六條 規定過言 贊成修改 反對的人就有三成 而近六成人贊成建立國防軍 反對的只有大約兩成 武士電視機仔葉正經報道 意大利警方拉了二十九個行李搬運員 涉嫌在當地多個機場偷旅客的行李牆 意大利警方行住安裝在 航機貨倉的貴路電視 徵破盜竊案 一段見到多個行李搬運工人 帶視手掠飛機踏合的行李 將貴重物品以至大搭的現金偷走 上鎖的行李箱他們一樣打得開 甚至用暴力將行李箱襲爛 內出裡面的物件 調查在2011年展開 當地檢察人員透露 涉嫌行李公運工人 在羅馬、米蘭、波洛尼亞 和那巴勒斯等多個機場 將射行李期間犯案 拋走相機和手提電話等物品 而過去一年相關盜竊案 就多達過百鐘 今次行動裡面 警方還帶走57個人協助調查 而被捕和助查人士裡面 有40多人是意大利航空的員工 航空公司強調會和警方合作 涉案人士一旦定罪 最高會被判監6年 羅斯麗士記者一層加曼報導 美國加州南部的山火還未救息 4000戶民居和一個軍事基地受到威脅 要計山火最快下星期一致完全受控 降噪天氣加上強風和攝氏36度高溫 令山火失控 山火有居近當地民居 有居民站在屋頂等待救援 火勢威脅4000戶民居 還有沿岸的軍事基地 一個軍營宿舍的軍人和家眷要撤離 非必要人員連續第二天停工 加州州立大學都要停課 山火在星期四發生 但一日之後起火範圍就由山上燒到沿海 火場面積由4公頃 大幅擴大到大約7300公頃 雖然當局出動超過950個消防員 促起防火帶以控制火勢 又出動直升機協助救火 但到現在只有兩成地區火勢受控 加上大風改吹向內陸 令撲救更加困難 消防部門說 以往這麼嚴重的山火通常是下季尾段才見到 但現在5月已經出現並不尋常 有傳說過去兩年 輿論只是以前的一半 環境比以往乾燥令山火更容易發生 無線電視機者隨其揮不動 大天氣大智多 環有幾陣雨吹黃雲東至東北風 一定總要溫22度相較濕度74% 一般監測浸空氣冰險水平是中等至偏高 就不是偏高至甚高 紫內線指數是4強度屬於中等 各位新聞報導完蛋再見